小委会今年收到超过500宗涉及公开表演的投诉 交去年同期增加一成 有投诉人买了票之后被告知嘉宾未能够出席 要求退款但是不成功 启德体育圈即将落成 政府期望未来有更多的大型演唱会在香港举行 吸引旅客来香港带动经济 不过小委会发现近年涉及演唱会的投诉就越来越多 今年头10个月收到529宗 比起去年同期增加一成 小委会说今年收到的投诉涉及多个原因 包括主办单位突然更改表演阵容 活动质素差例如安排混乱、音响差 宣传和实际活动有落差等等 其中有个案用了2000元买户外音乐节的三日票 但是表演之前主办单位突然通知有三个嘉宾不能够出席 其中一个人更加是压续嘉宾 投诉人认为嘉宾阵容是购买门票的重要考虑因素 涉及到压续嘉宾的宣传或者构成失实陈述 向小委会求助并且要求退款 但是公司就引用订票时候的条款 说门票涵盖三日的表演和活动 不会因为个别嘉宾更改而退款 更加说可以将门票转让给家人和朋友 而不参加活动是个人决定 小委会建议投诉人资讯法律意见决定是否追逃 另一个投诉人早前用880元买了中环露天演唱会的门票 去到会场之后才发现座位被大量的器材阻挡视线 但是买票的时候就没有标示视线受阻 投诉人之后向小委会投诉 期望主办单位日后改善 但是小委会多次向主办公司反映 仍然不获回报 小委会说六成六的投诉涉及非本地的表演单位 而整体的退款率只有七成 消费者亦需要有心理准备 由于门票一般涵盖整个活动 如果只涉及个别表演嘉宾 或者部分表演项目安排的更变 或者难以因此理由要求退款 小委会由提醒业界应该就着突发情况 尽快通知消费者提供弹性安排和服务 包括在购标系统提供更多具体和准确的资讯 母线市记者在刘卓又回到